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我办的其他节目而是强强 说得好 我们这儿来的嘉宾 我跟你说 就包括像文道 就是说我最爱来的就是这个节目 但是那边给那么多钱 实在没办法 我本来觉得这么说是不是肉麻 但是我也得说一样 就是这个感受 只愿意来这儿 如果说电视节目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这儿比较轻松 有时候 因为我自个儿做节目应该算挺多 我这嘟嘟一年104期 那是一个人对着镜头说压力很大的 所以他有一点 就是录节目前恐惧症 我老叫婚前恐惧症 没错 我也有几个 我也做一个网络小视频节目 也是每天说说说说 我都做了半年多了 天天也是一个人对镜头说 但我发现你要一个人对着镜头说的时候 你得想好了 但是你要做枪枪三十行的好处是 你不想都行 反正他说了 你就有话说 我觉得在这儿做书 也坦白一下 做书这毛病来了 我就过两天要去那香港书展 它就是一种讲座 我就参加 然后说我答应了去 就得一个人讲 我一想就有恐惧症 所以我跟他们主办方说好了 我必须得你给我拉一人来陪我聊天 他们就答应了 这我才去 这样你就不用准备 没错 记性 而且可能那样你谈出来才是最真心的 没错 聊天最开心 对吧 因为可以什么都不准备 但是马先生今天而且是有时候聊天 是聊到什么 你不让他聊他都想聊 对 他有了过瘾的事 想跟大家分享 而且这事我敢说观众都想听你说说 他和你都是看了大圣归来 我片子还没看 那你昨天晚上那么干嘛 我看的是所有的资料和这个就是人家给我的片花 我是明天要去看 但我不能明天做看完了再等着你做节目 所以我就来了 我没看 但是我大致情况 包括幕后的情况 我很熟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这个承包这片子发行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片子的怎么起死回生的 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这个就很有意思 你是正面 我是后面八卦 我一点点 你知道我在我们凤凰网上看那篇文章挺有意思 这文章就对于大圣归来这个现象 开头和结尾都引用了一句毛主席诗词 说大圣归来就开头就是说 这正应的毛主席诗词 什么金猴奋起千军棒 玉语澄清万里 对吧 然后呢 为什么会出现大圣归来这个现象呢 他最后的鸭尾就是说还是毛主席诗词 就是说今日欢呼孙大圣 指缘妖物又重来 妖物说的是谁呢 妖物说的是谁 那就不知道 因为他还有续集嘛 我觉得这片子呢 他天是地利人和全都有了 所以他才重新 就他都不能算卷土重来 就我们前面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最早的那个动画片是 是是最初的 我们幼时记下来的动画片 都是简直 对对对 这个是跟国际可以接轨的 现在这个国外的 渣老师是看过了 我是最惊艳的 我现在看 昨天这避风领导一跟我说 说今天要聊这个 我冒着37度的高温 我带着一包黄飞红 麻辣花生米 和一罐燕晶冰皮 我就差带咱们雪花冰皮了 我就冒着37度 我去现场看的 怎么样 真是好 你这么评价 我评价就是说 因为我可能是没有看过 很多这种国产的动画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意外 说实话 但我看过很多 比如说宫崎骏的 日本式的动漫 宫崎骏的 我几乎全都看过 然后美国的有很多动漫 你这种老式的 好莱坞的也好 还是现代这种 我觉得国产的这里边 真的是最好的 可能是最好的了吧 他杂柔了两种 里边比如说 有这种宫崎骏的 千语千询 那两个人物 这明显的有一条白色的飞龙 就是那个千语千询 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主要的妖怪 是一个黑的 很抽象的那种脸 他加了一点 那个就中国咱们的 古代的那种服装 这个是两个明显 然后其他的很多造型 你明显看得出来 一些好莱坞的东西 你是不是黑的抄袭吗 但是那都是不能凭空而来 都要有所本的 但是他为什么 我觉得本的好呢 就是说他这个 你看得出来是杂柔 有很多杂柔 他杂柔了很多东西 关键是什么呢 就这帮孩子们 是原来好莱坞的代工 哦 难怪 所以我说 你要知道后面的事 他不是凭空来的 原来就是给人家代工 那么这个事 从想到出来八年 都能看出来 从想到做成八年 真正制作是四年 八年 对 这四年到最后呢 他是差点死了 你说这个排片 如果不是很偶然的机会 这东西有可能就死在府中 他这个排片呢 第一天排片非常低嘛 他是在电影史上的一个 非常成功的一个逆袭 他第一天排片只有7% 面对两个大片 就是现在的一个小时代 是吧 一个枝子花开 这算大片的都 这算暑期大片 因为这两片子 就是对着孩子的 它的数据很有意思 那两个片子的观众 基本上都是25岁以下的 这个片子的25岁以下 只占一半 25岁以上占50% 给成年人看 给成年人看 而且很多成年人看完了以后 说我一定领着孩子 再来看一次 我昨天看的就有很多这样的 就是父母领着小孩 然后里边那个笑的时候 你就看真的有小孩笑的 然后很多大人还在旁边 跟他说 你等着 这个别害怕 这马上就来了 气氛非常好 你感觉 但是就是我就觉得 他这个杂柔特别有意思 也就在于 你看他好像是 有那个好莱坞的那些 什么什么 Shrek 什么我不知道 他学的都一些什么 很多那种东西 然后呢 也有日本的那个 又加了一些 就是 这很中国式的东西 我觉得也有一些 当然我不能 我不感 我不觉得他完全成功 也许他 就是从一个高标准的要求 比如说他有一场 特别大的打戏 他里边 我印象里好像用了什么 这个这个 琵琶 当然琵琶 咱们也有石门埋伏 也能表现铁马金歌 但是 就是说在这种大音响的 轰炸 这种大势的 好莱坞的 他又是3D的 这种场面下 你就感觉那个配音有点弱 但是这都是从 细数挑小毛病 但是其中呢 我觉得有好多特别 他就是有一种 自由杂柔以后 有一种 很奇怪的一种效果 比如说那个音乐 当中有一段戏之后 突然就战戏之后 突然出来一个轻松的 出来一段轻摇滚 我都忘了 那是什么了 可是呢 你其实也觉得 他也有 有 有他的道理 比如说 可能从那个 五里头那些叫什么 周星驰 周星驰 那个之后 他也有 已经有这些 大家观众的开始 连我都觉得 有点要笑 可是你稍微挺一下 也觉得也蛮舒服的 很有意思 你知道 他各种 我觉得他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种 杂柔之后的一个 又有点中国味道 因为故事本身 很中国 他具备了像国际市场 这个进军的一个先决条件 我们 我们过去认为 动画片是给孩子看的 你看好莱坞的动画片 可不是给孩子看的 他要求是大人到孩子 全能够接受 所以他实际上 他要求还是很严的 是吧 很难的 那么他这次呢 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他们觉得在市场呢 就业内人士认为 他成功 很重要的一点 是他触动了中国人的心 就是好莱坞的大片 不管他是拍 这个功夫熊猫 还是花木兰 他都是美国人理解的中国 但这是中国人理解的中国 又是西游界 又是家喻户晓的 他取材非常巧妙 他并不是西天取经那一段 他是 唐僧的前世 所以说那个叫什么江流那小孩子 是吧 是他的 小师傅 小师傅 是唐僧的前世 所以他这个就是安排的非常巧妙 他把中国文化呢 就是人情那一块 这个就是 充分 充分的表达 所以他引起了中国人的这种共鸣 而且也是全世界人会有共鸣的一种 对 很难 比如说他把孙悟空呢 变成一个脾气暴躁 有点失忆的这么一大叔 但是这个大叔内心呢 可能还有狭义的情怀 最后呢 你看好莱坞的电影 经常是一个狭义英雄 但是最后迷茫 最后寻找自我 自我 这么的一个 所以他全世界都能接受 他这个价值观上也是 也是很好的 就是没有任何让你觉得 病态啊 拧拔啊 不舒服啊 他这故事都是很流畅的 他这种超英雄的出现 也正是我们现在好像很需求 这个 这社会吧 你看电影吧 就是因为我被迫看一些电影 有些人不是想去 是因为要做节目干什么去看 每次都拧不得要死 要不然就是 还有的就是 就我们不能在这批评别人的电影 你比如说 我那个节目是在那个优酷的电影频道播出 我就被迫 你比如我出国的时候 随便看电影 为什么 去时候路上看仨 回来路上看仨 我就挑这个电影看 比如挑经典的国际大片 挑中国票房最好的 中国票房最好的 那个电影 我看完了以后 我实在不理解 这个就是我 按照我的眼光 我就算一被淘汰的人 我也有眼光 一无是处 这电影 就是我找不出一句好话 可以恭维这个电影 就说不出来 他居然也卖十个亿 所以就很可怕 为什么 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烂片能卖 就因为观众的构成 你看这次观众的构成 就有一点 大盛归来的这个构成 是有很多人多年已经不看电影了 被这种 就现在这个暗藏涌动的 这个营销 所谓营销 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营销 他们说 根本就没钱 最后都差点死了 没有钱 最后超过了小时代了 好像是吧 对 这个很奇怪 就是他们一开始 他说 他们去 就专业的发行人看 就有一个人说 这个片子很好 大部分大发行公司 根本都不接 说这个片子肯定不行 中国动画片正是暑期正是那些 编的上 去了就是死 然后他们就经过多方争取 一开始还搞了个众筹 你知道吗 弄了80个人说 我看那个报道说 众筹了750万块钱 就要推这个发行费 你知道现在发行费很高 对不对 现在发行费已经恶劣到 占电影成本巨大的一块 我觉得未来弄不好 发行超过电影成本 就是他忽悠你 是吧 他忽悠你去 这个没有 没有一个典型的这个 这个现象 就是你在哪都看不见广告 你看大片都是那个街头 哪都是贴着 是吧 结果他没有 没有呢 结果第一天排片很低 第二天马上就不一样 观众一个都不傻 他那个电影院也不傻 电影院到第三天就发现一个情况 就排片很低 但是呢 赢了赚的钱多 那电影院一点都不忠诚 哪个好卖就卖哪个 所以第四天就超过小时代 所以你看你这一段话里啊 就说了一个二律被返 你的前边一个现象呢 说的是观众傻 后边一个现象 说的是观众一点都不傻 一点不傻 是问题出在哪 问题出在哪呢 就是他不 他可能不是一波 或者他重叠的观众不是那么多 所以就导致你 比如说我就想 我明就去看 对吧 他已经看了 你像我们这样的人 你很难不给弄到电影院里去 对 现在都变自来水了 对 自来水 自来水厉害 咱们七二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什么叫自来水啊 就是因为这大胜归来 出来这么一新词 新词 老实说这个电影 你像你看过的也说 不能叫完美 对吧 但是他为什么受到这样的这个拥护 甚至于很多人就怀疑 水君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吧 就是感觉有些电影为了营销啊 他花钱买的水君 但是这部电影 这些粉丝就都跟你们俩似的 就是说 我看了我自己就乐意当他的水君 就叫自来水 没错 现在自来水君可能会成为一个词汇 就通过这两天 对 就这两天 因为过去的那个片子 大部分都是那种营销手段 用雇来的人去说好话 他从豆瓣评分 豆瓣是一个特别残酷的 8点8 对 他评分 最高的评分 剩下全都 说小时代的三点几分 对 那么他这个评分系统呢 非常科学 而且是他八万多人参与评分 这些人都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这种自来水君的出现呢 我倒觉得是一个 就目前看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从社会整体上看 就是你如果这个现象过于恶劣的话 他会慢慢慢慢衰减 就水君这个现象 因为水君 水君现在一听就是一个负面的词嘛 而且 自来水君变成正面的词了 而且这就 就刚才讲了 说这妖物是什么呢 为什么说 今日欢呼 孙大圣 指缘妖物又重来呢 有人说呀 对于他的这个热捧啊 呃 里边可能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对于现在的这种电影营销 包括像小时代 对 这种 对 人们的一种逆反 嗯 一种逆反心理 就是说有点看恶了 这种营销宣传 对吧 说的特好 看的特差 对 是 说特好 你一进去就被蒙了 对 我们就看了之一嘛 觉得这是一个系列产品 也不用看了之四 我那天说了 我说这不是第四不就是灵魂镜头吗 就没灵魂 对 没灵魂是他们的一个追求 你不懂 我上次在这说过一事 还惹过事 就是我说电影应该这样改革 你不老骗我吗 对 因为所有东西都能退货 三包啊什么都可以退货 不行我 就质量不行我退货 电影买了票不能退货 有人看什么钟就走了 气得不行是吧 那有一个办法 就我说咱们现在科技非常发达 全可以手机支付 以后电影全部是刷卡支付 你进去的时候 我老说这电影前15分钟 后15分钟是不能退的 但是中间我要出来 我可以退钱 比如这电影你卖我100块钱 是吧 我看一半 我一刷卡出来就 就废了50 那50我拿回来了 但是这样的话 这电影就有进步了 你瞎宣传也没用了 对不对 但是我 我有一问题啊 就说 呃你们觉得 比如说看了这个小时代啊 这是被骗 但是买票进去看小时代的很多很多人 他没觉得被骗 1234一直看下来 他就是喜欢 你能代表他们吗 我不能代表他们 但我反而认为小时代有小时代的好处 我认为小时代 我只看了三 我当时为了做节目 我看了三 我认为小时代那种灵魂枯竭的片子 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经典 就经典 对呀 我说 我说你们满社会都拎着LV 人家叫灵魂尽头 不不管那个 灵魂枯竭 就是 就 不不管怎么 就是你满街都拎着爱马仕 宠唱LV的时候 你非让他拎这个草筐上街 是不现实的 你们今天大人做出的所有的示范 你包括时尚界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朝这方面努力的 你非让那几个孩子都拎着草筐去 可能吗 不可能 所以他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经典 一个堕落的经典 它是有用的 不是说 你弄 我说堕落是灵魂 没说得行的 我那天跟几个小姑娘聊天 我觉得 我们就应该 为了不要倒别人的覆辙 我们应该增进对年轻人的了解 我听他们说了半天 我可能说的过分点 我说像小时代这种东西 他们都说 他们的中学时代 都是看着郭敬明的这个小说 长大的 然后他们一二三四 他们一定要看 看了并不失望 不会觉得受骗 觉得就是郭敬明 给到了他们想看的东西 好 我就觉得有点这个 是不是女生看的那个黄色小说 就是女生看的这种情色 就是像男生要看AV吧 比如说 那女生 女生看的AV 要看爱马仕 要看包 不是 你们老强调爱马仕和包 其实有个女生说的 我觉得她说有道理 她说 这个 我们 你要看到啊 女生就在幻想着 有个男生动不动 要死要活 动不动 班里有个同学就死了 这确实就是班里同学的事 你知道我在上中学的时候 我挺爱看那种叫儿童时代啊 什么上线杂志 因为里边有一些小文章 其实就是写班里边 男同学女同学的事 她写自己生活 而且呢 如果她写的正是这些小女孩心里要的 一个白马王子 开着跑车 今天就是个物质的社会啊 白马王子拿着一个价值 一颗25块钱的樱桃 喂到了你的嘴里 哎呦 这小女生 这就是她的梦啊 就是她意淫啊 可以吗 可以 但是她不能形成社会的主流价值 我们是 你别看美国 我们原来老认为美国是个自由世界 我们年轻的时候认为 美国随便换身子的女人 都很容易的一件事 但她的主流价值观不是这个 我们不要认为人家的主流价值观是这个 我们现在问题是主流价值观出问题 我为什么极力推诚这个大胜归来 是因为主流价值观不出问题 我们主流价值观出问题 是现在中国没有没有理想了 什么叫理想 就生活中没用的东西才叫理想 有用的都不叫理想 我理想买个LV 中国有一个很 其实有个很倒错的现象 按说理想是应该青年人特别有 老年人或者中老年人 你已经历尽沧桑以后 你很现实了 对吧 你就看过那些都会 中国正好的 你发现愤青也好 理想也好 全是中老年 然后年轻人都实在的就计算器 巴巴巴巴巴巴巴将你们什么呀 你们说什么呢 都是这样的 那你说多挣点钱 让自己日子过得好 有点好的东西 没错 这不叫理想吗 没错 可以啊 我说了 人生第一个目标就是趋力 你趋力的能力是 你表明你在这个社会生存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你趋力没有问题 但前提是不能违反道德和法律 这是有前提的 你觉得他那个小时代里面 就是这样 法律是肯定不能 那都不用探讨 道德问题是界限不清的 每个人认为的道德水准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人类先贤定的那些各种规矩 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能达到的 你愿意走多高就走多高 你愿意走多低走多低 但是你低不过法律去 对吧 但我们的主流价值观 我老说 不是说我们岁数大了 去谈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状态 我觉得社会状态 如果达到每个人都很舒服 一定是主流价值观不出问题 你去西方 我们今天去西方社会 有的地方感觉非常舒适 就整个所谓舒适 是自然环境 与人文环境的叠加 我们今天有的地方 自然环境很好 人文环境很恶劣 对不对 你看我刚才在飞机上 从头到尾 就气死你 旁边的人就是 所有的行为都是不礼貌的 而且大吵大闹 你能在飞机上 你嚷嚷什么 有什么可嚷嚷的 对吧 就是人文环境很恶劣 你说这种 这种人文环境 你能逃避吗 你逃避不了 所以社会一定要提倡 一种积极正面的东西 具体到小时代里面 你觉得那些人物 那些小男生 小女生们 他们在什么 你能更具体的 比如举一个例子吗 就是说他们怎么 违背了这种 基本的 道德的 在所有爱情面前 我因为我前二 后四没看 我就看了个三 在基本的情感交流上 功于心计的算计 然后呢 就是 所定的所有的目标 是他们这个年龄层 不应该达到的 每个年龄层 你比如我们很清楚 西方人设计奢侈品品牌 不是为这个阶层设计的 这都很清楚 你从那个款式到样子 干什么 不是为你们设计的 他们拎着就很怪异 明白吧 是这个意思 他就不该拎这个东西 他好说我有钱 我可以拎 那是你无知 只是表明你无知 对吧 那他不会觉得 那他不是向往这个吗 可以向往 但是不是每个年龄都向往 那么比如说 你性成熟了 你马上就要把性权释放出去 是不可能的 不是 他这里边有一个什么 你就是他在心里 写的 幻子白人梦 一种物质白人梦 郭静明写的这个东西 当然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学女生 他们能过上的生活 百分之百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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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是他们 做梦的一个方向 但是 能死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 我们要求我们的年轻人 都做这种白日梦 我觉得我们 我们未来就没救了 我们希望救未来 不是吗 所以还得大盛归来 对 大盛归来 这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欢迎使用话题导航 带你重返突发现场 哪里是最火爆华人新闻 这个导演呢 叫田小鹏 一点名都没有 哎 然后说 为什么他们就说啊 说说国产动画 过去说 看不到良心之作 你瞧瞧这 良心之作 对对对 就说 酝酿了八年 嗯 开头投资 没了 嗯 拿自己的钱 嗯 做的 嗯 然后一直做到这么一个程度 咱们现在说 大盛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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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他这次能活 也非常非常偶然 如果排片再低 他可能一下就被淹掉 淹掉以后 因为他一开始点点映过 他去试过 试过呢 你知道点映很有 我这问 因为我问的都是专家 因为我有朋友们 是搞发行的 他说点映这个事啊 一般片不敢 嗯 因为点映 我们知道啊 就比如毁欲参半的片子 最不敢点映 一点映 那个毁的声音大 口碑就坏了 很快就完 这个片子完全是 就是大盛归来 是靠口碑推起来的 什么宣传都没有 你看他看不到宣传 你今天看到的宣传 全是自发的 而且我现在真想弄清楚 一个我不了解的一个事 就说在这个排片上哈 怎么就会造成了 好像某种霸权 比方说第一天 这个大盛的这个 排片那么点 然后这个枝子花开 和这个小时代加起来 占了百分之七八十的 对 把市场刮分 但是我就理解 影院排这个片子 嗯 他不也是根据票房 口碑排吗 没有 他一开始不知道吗 一开始是先占领啊 你占领什么叫排片呢 就是你这个你可能排片站的那个场次很多 但进去没那么多人 电影院很势力 第二天就可能给你改了 那他肯定就跟现在明显的转向吗 你看着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大盛归来的排片迅速就 迅速上升 但他最开始排 他最开始排是根据 他以这个制片导演什么演员的 你开始也是商业利益战 以前的 对 对 一个是以前的指数 另外一个多付钱 你要有本事 你说多付钱 那当然我要今天说我弄一片子 没人看 我把全国的满场全包了 我把钱全给你 我给你一百个亿 我把中国的今年的三分之一都给你 我给你一百个亿 那你把全包了 没人看也没关系 所以李嘉诚足能把电影毁了 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呢 你看着他到这个周末的时候 这个片子一定就是 就以压倒式的 这个这个票方 我还想问一下 你这么知道 就这个叫什么田小鹏 还是整个这个核心团队 他们大约是什么年龄层的呢 我不是很 就都是这个 对对对 我想还有一个 密文 想一个密文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这个片子 就你看 不输大片了吧 对 我儿子跟我说 说我看了几个片花 我以为是好莱坞的片子了 就说他肯定是有好的地方 这帮人全是在美国学的 就咱这孩子 明白了吧 你今天跑到美国学动画去 你注意看 一半超一半以上 全亚洲人 然后呢 你再注意看 里头 韩国人多 中国人多 你看日本人倒去的少 日本人他妈自个儿有 他有自己的路 所以我们今天啊 我都觉得我们丢人 我们全国各地移动动漫城 所以巨大的动漫城 你到公西郡那一看 你小楼 都得走道路测试 一共没二百米 世界顶级的片子拍出来 你弄那么大一大动漫城 去的全没用的 你说那一个好片子拍不出来 咱也不能说一个好片子 这不是拍出来一个了吗 以前也有点好片子 但是差距太大了 这一次缩短了这个差距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把新概念的差距做到十年 哇 这个评价 就感觉中国很快 接上好莱坞了 真是真是 我哪呢